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今天要来教种子 叫象形文字的种子 好 这颗是这个我手上这个是花粉块 是我另外一朵花的花粉块 那这三朵花 其实我发现他卖家来的时候 已经把花粉块拿走了 表示他已经拿去教其他的个体了 他觉得这个体不错吧 所以呢 现在目前三个都没有花粉块 只有他们他的这两个花粉块 可以跟他做交配的动作 这一头是花粉块 然后这边有一个理论商花粉块 该存在在这个柱头的上面 那下面有一个洞 仔细看他下面有个洞 那个洞就是你要把花粉块放进去的地方 放进去以后呢 他就会闭合 大概一两天的时间 他就会闭合起来 你会看到那个孔就闭合起来 接下来呢 他就会击步的时候就会慢慢膨大 他就会产生种子的现象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放着 大概经过了三个月到四个月左右 让他成熟 成熟以后呢 请专业人士帮你做主赔 或者是自己做主赔 做无菌培养 种子拿去剥 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种子会不会成功 所以从种子到明年的小苗 如果你有做成功到小苗的话 大概需要一年四个月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你看其实还蛮久的 兰花的成长期是蛮久的 野外应该会更长时间 但人工环境下比较短一点点 到你拿到小苗的时间 大概在一年三个月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所看到这个蝴蝶兰其实都种非常的久 大概至少种个三四年以上的个体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都种了一季 种了两季而已 大概可能种了两三年三四年左右才到这么大颗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经营期要蛮长的一种经济作物 你可以这样讲 OK 好 那我现在是要把种子 不是种子 这个是花粉块 花粉块把它放进去 那等一下我关了画面以后我再把它放 因为现在单只有一只手没办法放 好 所以呢 你就是把它放到这个 这个 它下面有一个洞 我仔细看它下面有一个洞 这三个三颗 这三朵花子都没有花粉块都已经被拿走了 所以我大概只能交两朵 然后看明年我看去播个一两瓶 播个几瓶吧 然后看看它的后代会长成什么样子 应该是蛮好玩的 因为两个花色是差很多 花型也差很多 就是你会好奇说它下一代会长什么样子 当然这种变化型有可能会出现好的个体 或有可能出现坏的个体 都有可能 所以呢 这也是那种交种子的好玩的地方 你不知道它下一代会长得漂亮还是不漂亮 但是有机会长出漂亮的个体 所以交种子是一个还蛮好玩的行为 就是交完种子以后做品种的培育吧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自己的种子拿下 自己的花粉块拿下来自己交 那我们叫自交个体 那它的有时候受粉率会差一点 或成长率会差一点 因为毕竟它的基因多样性会下降 就不是不同个体所交配的 但是它可以保留比较多的母亲的特性 可能母亲比较长什么样子 它的子苗就比较有可能会长什么样子 这也是好玩的一个地方 所以自交有自交的好处 自交就是拿自己的花粉块 放到自己的柱头上 然后它就产生种子 那另外一种这种是不同个体杂交 也可以 它也可以产生种子的后代 可能它变化性可能会高一点 尤其是长越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人会做不同总监的交配 就会希望长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个体出来 但是我比较喜欢象形文字就是象形文字 就是我比较不喜欢不同个体杂交的东西 因为我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就有时候 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生种一点 因为原生种其实就玩不玩了 原生种非常非常多种 而且原生种很多都非常的漂亮 那当然呢 原意上面它尽量会求很多的突破 我希望越多长越不同的越好 那主要还是原意的方面 但是我的收集喜欢呢 我喜欢原生种为主 尽量是原生种 越多原生种越好 所以呢 所以我喜欢像这个是象形文字 像XLady或SUS都是原生种为主 OK 那今天所讲的就是 我准备要交配个体 那过几天它交完以后 它有膨大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过两天它就会合起来 然后过来开始产生膨大的状况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 开始慢慢成为一个果夹 长成一个种子 然后接下来再拿去播种 然后产生子频 频苗出来以后呢 再出频 然后长成小苗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大概一年多 所以它是还蛮漫长的 所以呢 接下来我还是会拍影片给大家看 如果喜欢大家喜欢的话 OK 然后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如果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 那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咯 拜拜